因为中国人啊 惜命 中国人一说养生就是吃药 他老头老太太没事去跑医院 有一次我到海淀医院去拿药 前面排着那些老太太 我告诉你 我不是夸张啊 他真是拿了一个这么大的口袋来装药 哗哗哗 往里头装 我现在问你能把这袋药给背回去 你没病吧 我说你把这些药都吃了 没病也吃出病来了呀 医疗负担我估计是今后一个大问题 这个医疗费用会急剧的上涨 怎么办 觉得要推广啊 健康老龄化 就是我们很多人啊 就是他这个健康寿命和这个生物的寿命是不同步的 就是他健康寿命很短 但是呢 生物寿命又很长 他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就病病殃殃的 其实最好的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的健康寿命和你的生物寿命同步 就健康健康 到了那一天 棒 死了 这是最好的 对吧 我的目标就是这样 健康老龄化 对吧 今年 其实今年我就六十了 我专门打篮球 我下午还打篮球去跑全场 对吧 你得锻炼 就是卫健委啊 他宣传这些健康老龄化嘛 富有保健啊 这个必须得做 如果不做的话 我们这个医疗负担受不了 这才是老龄化对我们的真正的挑战 对吧 对吧 对吧